喂,我刚要电话给你 爷,有什么吩咐 你去找安德鲁一下 让他在暖暖的班说一声 抽二十个人 让他们自行发放简历到公司 到时候全部录用 爷,这是为什么 我们公司不是不看他们简历的吗 因为暖暖,我之前没有想到 暖暖如果要进公司实习 肯定会遭到他们的猜测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我马上安排 还有什么事 有,美国那边的梅斯约翰塞纳 有视频找您 您没有在 所以我就替您接了 什么事 他说您什么时候 能将夫人介绍给他认识一下 我叶明觉的妻子 岂是他想见就能见他 属下知道了 很快 安嫂暖考试的日子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 安嫂暖教了试卷 便过去找阮清威 小暖,我刚刚去找你呢 怎么样 考试考得怎么样啊 清威 我跟你说 昨天大叔帮我复习过的题目 今天世界上都出现了 真的假的 是真的 天呐 我还真的小看你家男人了 竟然连你的考试题目都知道 简直太逆天了 那是 我家大叔可厉害了 去去去去去 别在这里给我显摆 老娘以后找的男人 肯定是会超过你家男人的 好啊,我就坐等着 等你找个男朋友 哦,对了 你实习 应该去你家大叔公司里吧 对啊 你是去你家里吗 不是啊 反正我是不会在我家公司实习的 既然这样 你应该找到了 找到了 就是安德鲁那个男人的 而且待遇好 不去白不去嘛 他的公司 哟哟哟,你们两个 喂,你别瞎说啊 难道不 哎,要考试了 我先回去了 阮青薇说完便跑了 安小暖看着阮青薇的背影 笑了笑 随后便跑进教室继续考试 晚上六点 安小暖站在学校的大门口 等待叶明就过来接他 安同学,在等人呢 陈老师好,我在等人 要不然我送你吧 不用了,他已经过来接我了 小暖,主人让我过来接你 安小暖回到家里 便看见叶明爵坐在沙发上 好像在和人开视频会议